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大约2500名工人立刻被紧急疏散 附近建筑物里面的居民也被要求要紧急撤离 这栋楼高300公尺有62层楼的摩田大楼 坐落在科威特首都的金融区里面 也是科威特国家银行新建中的总部大楼 摩田大楼突然冒出火苗 虽然消防人员紧急拉起水线灌旧 但农业大火还是造成了六名建筑工人受伤 还有一名消防人员也在灭火的过程中 受到轻微的烧伤 感谢观看